字幕字幕 李宗盛 謝謝你做的啾啾你喔 晚安 謝謝文森的戳戳你 謝謝卓澤的帶你去流浪 謝謝Raver的帶你去流浪 謝謝北緣的小暖洋 謝謝十一的戳戳你 哈囉晚安 今天吃拉麵 好可憐 好可憐 還有可能什麼東西喔 這是阿伯商 帶回來的 伴手裡 這個是蜜桃什麼冰茶凍飲 熊的名字 熊是那個歌店的他們的周邊 很久以前粉絲送的 安安安 好 晚上好 是不是頭髮幫你 那個很久了吧 那個很久了 他已經放在公司很久了 我是前陣子才把它帶回家 近期看到好像有拉拉熊 什麼拉拉熊 拉拉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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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拉熊是什麼 拉拉熊 拉拉熊是不是在哪裡聽 拉拉熊 拉熊 收到歌店用空閒時間才快看完第一季 我昨天看完第一季拉 雖然我已經看完了第四季 我看完了那個劇場版 然後 就看了第四季 然後 昨天看了第一季 然後第二季我看了兩季 怎麼好像有認真在看 我本來也覺得我不會看 好像突然有認真 想看 晚安晚上好 你說高店跟拉拉熊的合作 真的假的 拉拉熊嗎 拉拉熊 拉拉熊是咖啡色的那個熊嗎 是嗎 我其實 他叫拉拉熊嗎 是嗎 兩隻 他叫拉拉熊嗎 不是什麼趴趴熊 這邊 第一季有勾起回憶嗎 有但是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是很像沒有看過的那種感覺 有看到他們一番賞 他們真的是周邊太多了啦 露看是很常有的 第一季感覺 其實還完全就是保姆 一直在吐槽 娜娜妮 是罪惡的女人 嗨嗨 這隻不算 那一頭比較適合 棒球 趴趴熊是跟著自己 所以拉拉熊不是趴趴熊嗎 拉拉熊是什麼啦 但我覺得第一季蠻好看的啊 因為我真的是 本來說的好像不用看第一季 但是其實蠻好看的 認識他們很快的 聖斗的東略快樂很奇怪 我就是喜歡這種 很輕易就可以 也沒有說他很輕易啦 這只是說這種 純情 純情男子 他那個 不是 我現在講最後一集 第一季的最後一集 第一季的後半段會怎麼樣嗎 是不是你們沒有差 你們根本沒有差 他們 他們 他最後 第一季的最後就是 他們要 選 他們要配 配對 避制的東西 這樣子 然後就六個 男主角都選了 女主角要請他幫他們寫歌 這樣子 然後要請女主角幫他們 選 幫他們 啊 要請女主角做出抉擇這樣子 看他六個裡面他選誰 的那個橋段 這樣子 然後就是六個男主角 怎麼邀請 怎麼跟女主角說 他選了他的那個方法 我覺得 MASATO真的是很好笑 我知道 我昨天 因為我是昨天看完第一季 然後 多看了第二季 但第二季還沒有看完 然後 我昨天就是忍不住了 我就是一直在對電腦講話 哈哈 我一直在對電腦講話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團體是女主的關係 什麼團體是女主的關係 生產的方法 你覺得是最適合你自己的 沒有 沒有 因為像 音樂 他就是很直接直接跟女主角 他是第一個去跟女主角說 我選你當我的作曲 他是他的第一個志向 他是第一個去跟女主角講 然後我就在想 那個 下一個會是誰嗎 會是誰 然後我就一直想說 為什麼 那個MASATO 真 那個什麼 真斗 是嗎 一直沒有去跟女主角講 然後女主角是在鞋櫃裡面看到他的那個 說他選他的 他是用那個 書法寫信 我說這是什麼戰鬥書嗎 寫的跟戰鬥書 就是要打架一樣 那個 是這種 不是這種 這種 很像情書的這種 是這種 決鬥 決鬥書的 那種感覺 我想說 就很好笑 所以我 看完第一季 我覺得我應該是 MASATO 腿 笑死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而且他小時候真的是天使 好可愛 他那個小時候 他小時候 遇到那個 Lan的時候 真的是 很可愛 他小時候好可愛 那你後面可能會改推 我其實沒有 我真的是沒有一個說 我覺得要推他的那種人 所以我就說 比起單推我 比較像 相推 STARLISH 因為那封決鬥性 所以推這種 沒有 因為我中間一直在看說 到底會 選 選誰 但是 我看了很久 我就想說 絕對不是TOKIA 也絕對不是 ODOYA 然後 SHOW也好像不是 那不就只剩 Lan跟MASATO 還有NATSUKI 可是NATSUKI 我沒有喜歡NATSUKI 我喜歡SATSUKI 適合 適合會找到專案 我也覺得 臉的方法真的要射牛才有辦法 因為說臉的話 我沒有喜歡他的 什麼說 那個 撩妹技能 這樣子 但我就喜歡這個人 這樣子 他的撩妹技能 我不吃 就是我覺得 喔 好喔 哈哈 好喔 確實還你沙眼 然後我SATSUKI 還有一集 上去搶了人家的 演唱會會唱 唱了一首歌 我真的覺得很帥 哈哈 應該是我最喜歡SATSUKI 的歌 再來應該是MASATO ODOYA 的歌我也蠻喜歡 其實 但是ODOYA的人 我覺得他太 怎麼說 純潔 他pure 太純真的 到我覺得我很壞 我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沒有這麼 我的內心沒有這麼的pure 所以我就會覺得這個人 真的是太 快樂了 這樣子 單純沒有辦法 覺得不是同一個世界的 HAYATO不就是MAMO本人嗎 是啊 謝謝帆蘭聖的 啾啾你 喔 但我不是 我也沒有喜歡HAYATO 下一個反正 啾啾你喔 想不到這個人 竟然這麼pure 就是有種 就是有種好像在 就是 很小學生的感覺 因為我可能喜歡那種 成熟 成熟的類型 所以就說那個ODOYA 完全不在那個選項裡面 就是很小 年夏的那種感覺 跟SHOW SHOWKUN也是 就是那種 比起 被保護 比較像是 我要保護 大家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不是那種 媽媽型 那種 要好好的 好好的 這樣子 守護 會有那種想照顧的那個心情 完全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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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有那種 所以我就是 一開始就沒有這個選項 我一開始看 還沒開始重看的時候 我就已經 完全100%認證 我絕對不會選ODOYA 當我歌店的推 你很喜歡HAYAT第一集歌 我也超喜歡 什麼 NANAIRO CONPASS 什麼 我超喜歡那種 我一直在哭 我第二集就在哭 我第一集是不是就有哭了 因為我昨天 我真的是很久沒有打開 第一集 我看第四季的時候 我也有哭 歌很好聽 歌很好聽 歌太好聽了 好聽到我很難過 現在這個歌還是TOKIA 畢竟是MAMU 重看也會哭嗎 我完全是被那個 劇情 劇情我不太懂 有 是不是劇情的問題 就是 歌 歌下去的那個瞬間 就會覺得 他好會塞那個 放音樂的時候 會不會越看越想看 超想看現場 真的 它是那個第一季嘛 然後 NANAI遇到HAYAT TOKIA的時候 TOKIA唱的 那首歌 救了NANAI的那個時候 我就已經覺得 怎麼可以唱得這麼好 真的是唱得很好 原來我有眼淚 我有啊 我還是有眼淚 我就是覺得 那個 那個 他們 有一段是老師說 說 就是 TOKIA唱歌沒有心 就是沒有心 就是很 像機器人 沒有心 但是有心的時候 是真的很感動 這樣子 NANAI也是在第二季 可愛很多 可愛很多 因為第一季真的是太弱了啊 太弱了 就是很 脆弱 什麼都很怕 這樣子 最後一集 反正就是尾聲的時候 我一直在想說 快點選啊 NANAI快點選 你到底會選誰呢 NANAI應該做抉擇囉 不要再猶豫囉 有六個人選你喔 很幸福喔 這樣子 趕快選 不要再猶豫囉 我一直在跟NANAI講 那兩個老闆 我看完覺得我會吐槽 Alan你說第四季嗎 第四季嗎 第四季嗎 不要再叫你奶奶囉 我爸講 不要再告訴你奶奶發生什麼事情囉 第四季喔 那兩個老闆我是覺得沒有什麼 我就覺得他們很好 很 很 很像 應該說那兩個老闆以前都長得很帥 怎麼可以變成那樣子 這樣子 就是變成那樣子 已經很帥 以前都很帥耶 我看到什麼 前社長賣了一千九百萬張唱片的時候 那個臉長得像什麼 這真的是偶像 然後另外一個社長賣了兩千萬張唱片 贏過了他的那個樣子也是 什麼看都是Otoya的臉這樣子 然後 然後就變成這樣子 第九度 晚上好 第一集結尾 TOKIA完全是關推的節奏啊 對啊 我昨天看我也想說 哇 TOKIA完全是主角耶 對那種心情 想說TOKIA 圍繞在TOKIA的那個 TOKIA的細分實在太強 太多了 可能是因為這樣子所以我沒有喜歡TOKIA 因為我就是一個沒有到特別說喜歡主角 這麼說 細分很多人 你不覺得MASADO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路人嗎 他根本沒有出現啊 但他真的很可愛 很可愛 第二季的時候他遇到SESHIR SESHIR SESHIR幫六位成員 就是很像占卜的 說了一下 我看到你 對於你的未來 你會怎麼樣 這樣子 然後他就跟MASADO說 你藏了 你內心藏了 快要爆炸的 那個 私事 你內心藏了 快要忍不住你的 那個 想法 藏不住 快要爆炸了 這樣子 我就覺得 好可愛 然後表面就看起來是完全沒有 沒有 我沒有 對女主角我沒有興趣 然後其實 其實就是 觸頭 他就是個觸頭 重新裝就也是難講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我真的好喜歡MASADO 我就覺得 我是MASADO推 因為LEN不就是一個 就是很愛撩 女主角 然後很愛 就是 動手動腳 這樣子 然後有一堆 街市 那個很多道具 一下玫瑰花 一下什麼的 就是有很多道具 這樣子 的時候 MASADO就會這樣 就等他 就覺得很可愛 你看他在吃處 他很想要 做這樣子吃 他做不到 他做不到 他邪魔 邪魔忌妒恨 他很會撩妹 他很會撩妹 他真的很會撩妹 他真的很會撩妹 都是自己講 是自己講 這個是 是修君 的 貓咪 我忘記當初 為什麼是送我這隻 好像是因為 覺得這隻比較可愛 這隻的顏色 這隻的顏色 切切西米露的 鍾情玫瑰 對女主的 一句撩妹的感想 什麼 一句撩妹 我沒有感想 撩妹的環境 完全沒有感想 有很多不需要的誇張表現 但很好笑 就很以前的感覺 反正現在絕對不是想推 我沒有不是不推 但是我就真的是 沒有說 一定要選 如果叫我一定要選一個的話 現在應該可能是選 MASADO 但是這個也很可愛 我完全 完全沒在挑 我就覺得可愛就好了 可愛就好 默默的在觀摩 真的 我就是一直這樣 就是我都覺得 六個 七個人都蠻好的 老實說 憑什麼在那邊挑 覺得七個人都蠻好的 因為可愛就買了 不是啊 這是別人粉絲送的 很可愛 我有看到那個人偶 超可愛的 只是 買 怎麼說 我試圖要看他 在哪裡有買 但他沒有寫 總是只 在旁邊看 比較 跟我一樣 什麼意思 比較跟我一樣 什麼意思 第二季個人歌 沒有很好 第二季個人歌 是什麼歌 我來看一下 第二季 啊 KOYI SAKURA 啊我懂我懂 那首歌 很好笑 那首歌就是 哪個好笑 快樂其實還跳不出來 真的跳不出來 但是他絕對想選TOKIA 對吧 我那時候一直在想說 你就想選TOKIA 你就選嘛 就選嘛 不要在那邊 你就是想幫TOKIA 幫HAYAT寫歌 你就選嘛 你就是 當初你那個夢想 都這麼明確了 你現在就是想選 但你真的是 過不去是嗎 你這個老好人 老好人家 覺得對不起OTOYA 對不起大家 選不了 你就選TOKIA 好抱歉 但是他就是很好的人 他是很好的人 我只是說 如果是我的話 當然是選自己的推啊 不是嗎 當然是幫自己的推寫歌啊 但因為他是NANAMI 他是HARUKA 他覺得他覺得大家 很難 很難有這樣的機會 再組在一起了 他就是得 讓他們組成一個團 但他絕對私心是想幫他 要怎麼回去 對 他想的比較遙遠 畢竟他未來還是可以寫個人角色歌 對吧 但想的比較遙遠嘛 反正他們出道了 總會有SOLO曲吧 也許 也許 對嗎 他就先湊在一起 總而言之 就是他 很貪心 一次選了六 然後最後 可是他的 前院長說 不讓他幫他們六人寫出道群 然後他就很難過 他就跑回家了 然後他就很難過 然後他最後就是 又下定決心 說要幫這六個人寫歌 這樣子 然後這六個人就來迎接他 去他的老家 我就覺得 這是什麼夢幻的畫面 誰會為了一個女主角 大老遠的跑回去人家的老家 接他 然後還在路邊 已經開啟了 開始 阿卡貝拉 這是什麼 很動漫的情節 你內心沒有OS真的的歌人曲 怎麼沒寫好聽 我其實本來就沒有對歌曲到這麼的嚴重 畢竟他們本來就每個角色歌都很多說 總是會遇到一首難聽的 不可能有這個角色 每一首都很好聽 真的 真的 我已經覺得 MASADO的歌是 比較 不太會有 大差錯的 歌了 一定算安全牌 就是滿歌 然後這樣子 這個 基本上他的歌 我覺得已經 我接受度很高了 然後我發現第一季跟第四季的共通點叫做 セシル 第一季セシル的唱歌嗎 有啦 有啦 第一季跟第四季的セシル 的角色歌的結尾都是 這樣子然後在空中轉 我想說 這畫面好像在哪裡看過 第四季的時候三個人一起轉 第一季的時候女主角跟セシル轉 這樣子 在空中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 大家有沒有看過 巴比娃娃在天上飛的那個樣子 大概就是長那個樣子 就是長那個樣子 就是這樣然後在空中一直這樣轉 第一季的時候就是 セシル跟女主角在 在空中這樣轉 然後第四季的時候 因為多了一個Heaven 三個人這樣轉 因為我是先看第四季 然後再回來看第一季 所以我那時候看的時候我就覺得 記憶猶新 我前幾天才看到這個畫面 速度不一樣好嗎 你說巴比娃娃 巴比娃娃的速度不一樣嗎 但是那個轉的姿勢完全一模一樣 我為什麼可以倒著看 你們也不是第一次知道我看動漫的順序很奇怪嗎 我以前就是先看第二季 看第三季看第四季 然後看了第一季 然後看了第一季 然後我現在就是劇場版看了 然後看了第四季 然後看了第一季 現在在第二季 沒有改動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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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巴招遠你看的那個娃娃真的很可愛 但是 它沒有賣啊 是那個角色的嗎 但是老實說這樣看又沒有很可愛 謝謝吉米做的啾啾你喔 要是我一開始有看第一季的話會推嗎 我覺得我不會到推誰 這真的是 我真的是硬要挑 你知道嗎 硬要挑的嗎 因為 因為我每次就是看著那個周邊 然後就想說 好想要 但是你知道嗎 好想要 但是沒有推的時候 就是會看著那七個顏色 然後思考 可是用顏色挑好像很敷衍 就是因為我每次 每次都很那個 猶豫就是因為 他們的商品都是 分顏色賣的 然後 我就覺得粉紅色最可愛嘛 但是我就對 推秀沒有什麼 特別的 對他特別有愛啊 所以我就覺得我買了好像 就好像我是推秀一樣 但沒有一個想買的顏色 那就又買不下去啊 的那種心情 都在這樣 不是都會買 我如果有錢我當然都推啊 都買啊 但我就是沒有 所以我這 才 就是 財產不允許我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每次都是 望美之可 我就這樣看著那個 他一直在 公開新的周邊 公開新的周邊 今天又公開了新的周邊 然後 然後 過一段子 過一個十段 一個演唱會 都給你多了十一個 十個中邊 然後我就會這樣 我就看一看 我就看一看就好 這樣 腰下顏色確實一定選擇 呀粉紅色真的很可愛 很過分 那一天到晚在 出新的周邊 我每天就是推特打開 我就會看到 歌店又出了一個新的周邊 我就這樣 這樣真的畫光景 先看顏色如果沒辦法決定角色的話 真的假的 但你不怕就是說 你不怕就是 人家以為你喜歡這個角色 那個粉你當作推黑粉絲的就好 粉 粉紅色的 黑粉絲是 那個 打架的那個 我超級不吃 粉紅色真的最美 不推 無感 我知道順序買了 這是紅色 現在是紫色 你說每個角色都買一個產品 這樣子 好像也不是不行 但是 我每次都覺得很羨慕啊 因為他們都會有那種推 就是說 我是LEN OC 就是他整個人都是橘色 就覺得哇 很 怎麼說怎麼說 看起來很 厲害 你知道嗎 但是混雜就很難 有一種 怎麼說 統一感 你知道嗎 就是很難搭配的 說 就是團 我當然說團推 當然很棒 但是 七個顏色要搭得好看 真的是很難 因為像橘色 就整個人都橘色 或整個人都粉紅色 或整個人都粉紅色 整個人都藍色 就是很好 變成一個就是 這樣看就很舒服 就是顏色統一的話 就會看起來 不需要特別的整齊 或是哪裡一致 就會有那種 哇 很厲害的感覺 但是 顏色很雜的時候 就會沒有弄好 就會覺得 摩呀摩呀 就會覺得 很 很悶 很悶 之後會想要變成 整個都是MASADO的顏色 我真的不知道耶 他因為我又覺得 深藍色沒有很適合我 他就單純 單純只是覺得 我好像配不上深藍色 我直接買有整個團體的 就好 但我前提就是說 他的所有 像胸症啊 絕對都是一個人角色 一個角色 然後 所有東西都是一個角色 像那個什麼 那個手 戒指 他們有賣那個戒指 就是 會發光的戒指 然後那個就有 一個人一個顏色 那個的話我就覺得 買七個顏色完全沒有問題 就是 因為他就是這樣 這樣七個顏色 我就覺得 這樣子好像可以 但是 胸張 或是 毛巾 哪七條就不知道 幹嘛拿 你知道 不賣一次搞定 他就不賣一次搞定 不讓你一次搞定 我看他們都會有 比如說他們推 歐托亞 他就會買一隻 歐托亞的角色 這樣子 就會買一隻 這個 然後 然後他們就會一直出新的衣服 我就覺得 哇 這我玩扮裝娃娃 他們就會這樣 比如說他們現在 現在的主題是 就是音樂劇 他們現在有一個音樂劇的主題 然後他們就是辦了一些角色 然後 這個是 新的衣服 然後我就可以買這一套 我看看這樣一套多少錢 3520元日幣 739元 哇 跟人的衣服一模一樣的錢 一直出 沒有到一直出吧 但是一定有很多啊 就是 歷年的 就是很久以前出過的 跟現在的 就是你如果想收齊的話 感覺會破產的那種 但是這種的話 我覺得 應該大家也有挑吧 就是說 蛤 這次的衣服 不可愛 不買 這樣子 應該也有挑吧 應該也會有吧 比如說 比如說我喜歡的角色 他穿這個 我真的是不會 不會買 這個頭 這這什麼 這什麼電肩啊 這肩膀是什麼啦 肩膀 但會去買別人的衣服 給自己的角色穿嗎 我是不知道耶 會嗎 會不會這樣不太好 所以大家不會做這件事情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很想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人的衣服比較好看 我要買給我的角色穿這樣子 會嗎 不會嗎 大家不會這樣子嗎 我很好奇耶 不會嗎 剛剛那玩說了吧 真的嗎 我喜歡可愛的衣服 我喜歡 我上次有畫到一個 我喜歡 露亮模款就會很難說 我上次有看到一個 這個很可愛 冬裝 我覺得 MASADO就是要穿冬裝 好可愛喔 這個很可愛 這個 大衣的感覺 大衣跟手套 我按掉 按掉了 縫死的就只能斷了 他說可以換啊 所以他說 他本來是賣只有娃娃的 跟只有賣衣服 他都會下面寫 他會下面寫一條 沒有附娃娃 你買這個沒有附娃娃 劇場很搓的那個衣服 對啊很可愛 衣服有短修短空間 有啊 有耶 我往下緩 因為我上次有看到一個 他只單賣上衣 單賣上衣 跟褲子 褲子 那應該就是 都誰穿都可以了吧 他只有單賣 好酷喔 他怎麼會這樣 還有賣圍巾 圍巾好可愛喔 然後 你這樣看就覺得說 哇 很厲害 然後他還出這種 貓咪 然後貓咪也有衣服 你請問這些人 到底是 真的是很厲害 這些人就是 要養這些角色 但這個我就覺得 沒有很好看 這個比例 你真的覺得 不要拍到腳更好 好一點 他沒有脖子 他真的有脖子看起來就比較可愛 這有脖子看起來比較可愛 這好可愛喔 他那個字好可愛喔 我開始腦粉 開始腦粉 開始 開始什麼都可以可愛 這樣要演一個 對 所以我就說 我才說我真的覺得那種 團推 團推到底比較省錢 還是 只推一個角度比較省錢 我就不知道是哪一個 我覺得 不管哪個 只要推歌店 不是一個省錢的抉擇 推歌店就是 不可能讓你省錢 不可能 看執著程度吧 確實 像我還沒有 我還沒有真的盡可能 因為我在台灣 如果我在日本 就不太好說 在日本的話 應該隨便不小心 走進去 走進去阿尼瑪特 就會不小心 多了一個東西 很危險 我覺得 我在日本的話 我應該很危險 因為在台灣 所以 要買的話 可能還要空運 這件事情就是 因為太不划算了 所以很少做 只會多一個嗎 會多一個 真的會多一個 因為我真的是 大家也不是第一天知道 我真的 守財 的那個 程度 真的是 我很努力的在守財 我就會在那邊 死都要挑一個 就是我可能看到這個 娃娃 跟這個 DVD 跟這個 立牌這樣 我就是這樣看著 只能買一個 就是 我只能 我今天就是 只能買一個 這次只能買一個 這三樣 就是只能選一個 這三個我就是只能選一個 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在那邊待一個小時 就因為選不出來 然後一直這樣 只能選一個 就一個小時 一個 DVD的話 可能 也沒有東西可以播來看 立牌的話 就可以 娃娃 娃娃家裡可能 有點太多 立牌 這樣子 不同類型的 你覺得是先拿 再說 我就說 我是一個 很捨不得 花下去的人 所以 我對周邊這種 有兩種方法 這樣說 我真的是很難得 唯一一次 這個 這個機會真的是 可能是第一次 也是最後一次的時候 我就會 不要管這麼多 就是 想要就買 但是有一種是說 我覺得我 之後還是買得到 所以 現在不需要 都買 這樣子 比如說 像我今天去看 媽媽的演唱會 我就會這樣 想說 台灣 今天是 因為是在台灣辦的 在台灣這個 實在是太稀有 所以 一定要買 T恤這樣子的心情 一定要買 台灣限定的T恤 一定要買 的那種心情 那個 那個 吊飾 台灣限定就是 有種 一定要買的感覺 都可以吧 哪裡都有啊 我是覺得有賣動漫 的 店 基本上應該都會有歌店的那個corner 你只要去那個 賣偶像動漫的周邊的那一曲 就會有那個 I-NANA跟 UDABRI的那一曲 就是 什麼 IDOLISH 然後是那種 像什麼 郡和舞 什麼的 那種 二手拍賣店 K-BOOKS 什麼的 就會有 二手的 比如說 場刊啊 或是 一些 周邊啊 手燈啊 CD 就會在那裡出現 然後我一天到晚就會 跑去磁袋 然後進去那邊 然後挖 這樣看有什麼東西可以買 因為這種東西 就是 沒有即時買 就是買不到 就只能往二手找 所以就只能去那裡 然後在那邊挖 東西 就可能胸髒啊 胸髒 都會在那裡 去日本逛二手逛的錢 我花了一天啊 我就是一天都在磁袋啊 然後就是 到處走啊 把各個K-BOOKS都走進去 這樣 真的很厲害 歌店 歌店真的很厲害 再戰 繼續戰 他每個節日出的周邊 也都是限定的 這樣我可能每出一次就買一次 所以我就說 要不是因為我真的是 待在台灣 不然的話 我就 很有可能 真的是像 他們的粉絲一樣 今天出了一個 東西 我就先預約 就是等我收到時候 我們付錢 這樣 但因為 在台灣真的是太麻煩了 很多事情 要收貨 取貨 真的是太麻煩了 所以沒有做這件事情 但假如說我真的在日本 我真的會覺得說 沒事啊 預購吧 反正 會送到車吧 的那種感覺 看到聲音有點老爺爺 真的 現在都還能撐 我真的就是很感激 拜託再撐一下 讓我去看一次演唱會 好麻煩 真的很麻煩欸 真的很麻煩欸 現在是一直帶你去就讓 而且他這個 這娃娃真的是 就是很可愛 它是被有磁鐵 現在特劇的JuJu你 這個 其實 其實它可以攀在一些 有的沒的地方 這是貓 是 它們都是貓 雖然大家都每次都要跟我講說 它不是貓 它是貓 應該 很不像貓的嗎 它是貓咪 Cat 我忘記它們叫什麼 Prince Cat 之類的 它們的角色 你猜在左邊 真的是記不住 而且是不是有名字啊 這些貓 謝謝小鈴的帶你去流浪 Prince Cat Prince Cat 謝謝小鈴的帶你去流浪 Yomikomichu 它是不是有名字 讓我看 我的臉不進去 等一下等一下 先關掉 很明顯 你會不會用 看 在我看 是 喔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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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也是Snowby嗎? 每隻都不同意思 我記得有名 角色有名字 有耶 Rosso Sherro Shi-to-ron 花蘭劇 Iris Arancha Rosso Line Belde Granata Lila Aqua Aqua好好記喔 我說的是哪個語言 他是 片假名 這貓上面有跟生幽連動過嗎? 什麼叫做跟生幽連動過? 這樣子 這樣算連動嗎? 這個是 Line 上 貓咪 貓貓 他就是各種周邊 有那種很大直的跟那種小直的跟這種作折的跟那種可以折來折去的就是很多種 咖啡手 是橘色的只是因為太暗了 橘色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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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三個團 都有出耶 有啊 每個角色都有 他們怎麼會錯失這種 出周邊的 當然是18個都有啊 這藍色真的很像中毒 為什麼秀君的不是整隻粉紅色? 為什麼他的是紅色? 為什麼MASADO就是整隻亂色? 為什麼秀不是整隻粉紅色? 為什麼他毛不是粉紅色? 為什麼他毛不是粉紅色? 為什麼就只有你不是? 因為你金髮嗎? 呵呵 因為你金髮嗎? 所以你金髮 真的很可愛 還有 這是這個 手上這個 手燈啊 他們演唱會的時候 會有這個東西 他的這隻是可以站起來的 我的這隻站不起來 他的隻 腳沒辦法站起來 對 換色商品廠商最愛 第一隊應該有出耶 答案有啊 太老不就綠了 沒有他是黑毛 黑毛 黑毛咪 黑毛咪 咖啡色的黑毛 怎樣 著個 這束巻要500 喔不對不對 5830 可以站起來的 這是坐著嗎 她也可以買衣服耶 你沒有衣服 很抱歉 抱歉 你沒有衣服 我幫你送了一支死努力 這樣比較溫暖 哈囉 初見 五千八好貴 六千日幣 對 對 五千八 一支 好可愛 CAMU的貓咪很可愛 CAMU的 Natsuki跟這隻很可愛 只要貓是正常的顏色都很可愛 這個 那個 MASADO的就是很懶 因為他很像中毒一樣 太懶了 他的貓抱狗狗就覺得很微妙 貓比較強 黃色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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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色算吧 就很像橘毛 比較淡一點的 白毛 金毛 這隻很像中毒 那個 日向大河的那隻 對 青綠色 青綠色 外國毛 青綠色 他看起來 現在沒有什麼 屍體的店面 看起來 看起來 然後我等一下就會發現又有什麼 很厲害 外國貓 還有那種 Shining store 的那種 期間限定店 會賣這種 貓咪的 周邊 之類 今天是不是都在逛周邊 沒有啊 我沒有 我這真的是 想到的時候查一下 然後就會發現有很多 我不知道的東西 但是真的是 不要看比較好 因為看了就會 有些東西 那不要看最好 還好他這個看起來很像什麼 沖繩感 沒有興趣 沒關係 還好 還好沒有興趣 這個花花系列沒有興趣 花春山沒有興趣 可以可以可以 周邊太多了 周邊太多了 最好的就是 不要出到那種 好可愛 那個很帥的那種系列 這是最好 最好 最好是不要做得太好看 周邊最好是不要做得太好看 周邊最好是不要做得太好看 看了就會想把卡號背起來 不會 是不會啦 像他最近 像他最近 就說他有辦那個 咖啡 歌のプリンス様 咖啡 パラダイスター 公式 然後他這個很酷的地方叫做 角色快生日的時候 他會給你 預購那個 角色的蛋糕 就是 角色的那種 ホールケーキ 一整顆的蛋糕 客製的 辦定製的 上面會有這個角色的蛋糕 你可以 你可以預購的 然後你可以預購說 可以買回家 幫他請生 或是你要在店裡吃 也是可以 哇 真的是很會賺錢 早上有看到我要費用嗎 應該是沒有 因為他是 怎麼說 看角色的 生日 決定 誰先辦 就是他有分 四期還是三期 就是 第一蛋是誰誰誰誰 第二蛋糕 謝謝謝謝謝謝 然後 我記得MASATO的已經過了 我逃過一節 過了 他辦了四期 他辦了四期 然後 第一期在8月1號到10月31號已經過了 然後 現在是第二期 11月1號到1月31號 然後 第三期在2月到4月底 然後 第四期是5月到7月底 第四期 做蛋糕太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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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會想啦 這個咖啡還給我開始賣蛋糕啊 這樣子 然後 反正就是這種東西 點一個給你們看 Original birthday cake 你只要買這一顆 他就會送你一個 類似徽章的那種胸章 如果你在網路上預約的話 是3888 然後不含運費 然後在店裡買的話 但是你要事前預約的話 三千九百六十塊 含睡 蛋糕都是按 不知道好不好吃 這只是上面印了一張圖 你二月到四月 但是那個二月到四月 就只有四個人 這四個人 對 這立牌真的是很豪華 很浮誇的立牌 還好 我錯過了MASA 雖然那個真的很好看 我錯過了 但是那個真的很好看 那個立牌真的是很好看 但我就明明說過 我不收集立牌 但我真的是 那個 真的是 塞不下 我連大家最近送給我新的ZUKI的立牌 都快 塞不下 看起來我只要臉 你不能這樣子說 這完蛋了 我如果不只收集MASATO的 我就會 很有可能會有七個都在 七個 多 從一個變成七個的時候 真的是會完蛋 最好是不要 最好是不要 這真的會被人立牌從一步 不是 他的立牌真的是做得很豪華 你看 很可愛 很可愛 就很立體 但是現在看不到 你現在看起來很像這樣平面 但是他是立體的 就是 他這樣 有一個這樣的東西 這樣子 出現 可是上面還會有這樣 有東西會這樣 這本人好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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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前輩團是推誰 是我已經在那邊 前輩團 是推 推那個啊 愛這樣 愛愛 愛愛 機器人 精緻 真的是精緻 還好他這個 其他座邊看起來不夠渴 沒有問題 其他就是吊屍 這是什麼 攪拌棒 超不需要的 沒關係 超不需要 但是很可愛 什麼都可以賣 真的是什麼都可以賣 真的是什麼都可以賣 有餅乾也可以買 謝謝法男生 啾啾禮物 看他還會有這種什麼 真的是很會 在那邊 很會 包裝喔 這些 商業手法 他都會有那個 角色的 Message 餅乾買起來 餅乾嗎 我真的不缺餅乾 最近有點 多餅乾 食物類很方便合作 是沒錯 日本人商業 手法專業了 真的是 太專業了 嚇死了 一天到晚 給我多一些周邊 嚇死了 我推特滑都滑不完 然後就會一直多一個 新的系列 這樣子 我就會嚇到 還來啊 真的 你看我剛剛看 這是這個 這個 還是會長這樣 然後組起來 就會長這樣 你看這什麼 浮誇力排 這個會不會 道具有點多 感覺組裝上去 就會不小心弄壞 某個細節 然後就會很想哭 這樣 真的是蠻不錯 因為沒有的時候 就真的用湯匙在那邊 用湯匙在那邊 用湯匙在那邊嚼 然後再買一個 因為弄壞的時候 會再買一個 Cheers 會容易壓壞 好 立牌 有些很難擺 有些周邊好像是 明信片立牌 真的很大 有在大的 有在浮誇 有在精緻 所以導致那個 要放的時候 會很困擾 因為太大 沒有地方可以 那對人家那種 有祭壇的就是 就是可以塞滿 塞好塞滿 好可愛喔 粉紅色的 但我對這個角色 真是沒有興趣 真的好可愛喔 為什麼 為什麼它是粉紅色啊 我搞不懂耶 我昨天就一直這樣 搞不懂 為什麼你是粉紅色啊 這樣子 好可愛 粉紅色好可愛 那什麼啊 我需要一個祭壇 我真的沒有地方 可以放祭壇 那個明信片很誇張 我不說那個吧 什麼意思 明信片 我記得我應該 有看過那種東西 是最近的嗎 貼紙 浴巾 浴巾 真的敢用嗎 這個嗎 阿 這個嗎 阿 我知道 這裡面是幹嘛 這是幹嘛 是哪邊是要自己買 哪邊是要自送的 客廳有這樣放 白季卡 真的沒有 不是 你這樣網路上翻到了嗎 可是他說 明年2月1號 這個嗎 哪邊是要自己買 從哪裡開始要自己買 從哪裡開始要自己買 還要湯匙 我進不去 他不讓我進去這個網站 他說他會 他說會有個人情報被盜用 他不讓我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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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咖啡居然是到此了 我就說 我已經錯過他那一批了 太晚了 自然沒做好 他好像是寫的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很早就知道他有這個咖啡 但是我那個時候就沒有到說我特別推哪一批 我就是看看就過了 我現在在意識著 過了耶這樣子 過了耶 現在已經換囉 這樣子 我進不去耶 我完全進不去這個網站 可以嗎 看看 我那時候就是看看歌店又出了什麼厲害的東西 這樣子 看看 東京到1月30日 什麼東西 你說咖啡嗎 我真的不會去 我年初真的不會去 真是太貴了 年初 我真的是 我有想過啊 那個什麼 因為1月通常就是寒假 要嘛就過年 我的生日就是一個不移出去的地 的時間 他們人日哪什麼時候去都很麻煩 因為要嘛就很冷 要嘛就人很多 要嘛就大家放假 機運不好 謝謝小玲的帶你去了 過年機票 對啊 甚至在過年的人 真的是 怎麼辦啊 想要出國 套賞一下自己 然後機票很貴 這樣子 好難過 櫻花季也貴啊 確實 櫻花季應該沒有過年 那麼貴吧 嗯 怎麼是這個 我剛剛沒有要點這個王 看另外一個 真的貴兩倍 真的是貴 剛過年出國 真的避開凡人的親戚耶 Chess Chess 在那邊拍的嗎 喔你說什麼封面 外面那個封面 是 是 松菸 嗯 東京的不是二月到四月嗎 現在是在哪裡 現在在哪裡 我們現在在哪裡 咖啡廳嗎 我也想要點咖啡廳啊 咖啡廳的王子 就進不去 咖啡廳的王子 為什麼進不去啊 沒有電腦來 咖啡廳的王子 為什麼不給我進去 咖啡廳的王子 要得到 咖啡廳的王子 咖啡廳的王子 正在靠我 咖啡廳的王子 妳是這裡嗎 可是我先按個讚 太多網址了 太多網站了 不困著喔 差點就不會用推特啦 幹嘛這麼愛到用我的網頁 我這樣很困擾 請問有誰進得去這個網站 什麼進不去啊 什麼進不去啊 要獲得最高等級的安全防護請啟用 強化防護功能 要怎麼強化 好 吃吧回來了 嗨嗨 繼續前往 不留 他不留 可以了我進去了 可以啊 我進去了 強制進去了 我現在要看什麼 現在真的是online 我那個上面的裂表快要爆炸 有點慢 下面有圖可以看 你的有 是沒有錯啊 但我想要點進去看 他不是現在在C針 這 不想看了 太多了 不想看 不想看 好複雜 因爺的立繪皮膚都是黑的 什麼意思 皮膚都是黑的 你說為什麼他皮膚特別黑嗎 他可能是陽光南海需要塞一點太陽 不要有什麼 陽光外向的感覺 動畫沒有黑 動畫沒有黑 但是他的遊戲好像是這種 顏色 遊戲裡面的 Otoya好像有點黑 因為我對他的印象好像是這樣 長這樣子沒有辦法 我完全沒有覺得說 他為什麼特別黑 就是他好像就是這樣 有點黑黑 看到囉 Kanado Collection 所以他過了就買不到了欸 這些 預購 過了就買不到 啊 這什麼很可愛的東西 可愛喔 現在在看咖啡商品 我已經不知道我在看哪裡的商品 不知道我現在在哪裡 我現在在哪裡 我現在在他的 官方的 官方的 一個 總會 無大不利的總頁 我不知道我在哪裡啊 點進去的音樂 看起來很像是大雜營的地方 看起來這裡什麼都有賣 賣CD比較多 這個地方 這是哪裡 賣CD的地方 看起來是賣CD的地方欸 有新的 但也有舊的 broccoli online 他們的那個 公司的那個 公司官網 的樣子 我只是想看那些 過期的 像是 MASATO的 已經接紙了 那個 要去哪裡看 我去點一點 結果不知道為什麼有點到這裡 他們以為就有一個是什麼 市貨販賣 我回不去Season 2了嗎 TOKIA我記得是1 因為那個是最糟糕的 所以他現在網頁跳到3之後 就回不去二樓 很難過欸 我想要看上一個網頁不行嗎 我想要看上一個網頁辦不到欸 直接改往 對吧 他是直接改掉了吧 我往下畫 師徒想畫回去 哇這是什麼 Juice Set 賣果汁欸 好酷喔 SP後面都砍掉 看有沒有記 沒關係 要以外 こ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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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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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在出貨了2023年12月出貨 8月到10月底是他的預購期間 他已經結束了 他已經結束了 他什麼時候生日啊 12月 12月29 3850幫我看完了 你說價錢嗎 12月29欸 還沒生日欸 我們是摩羯座好夥伴 善知 我們是摩羯座好夥伴 好有親近感喔 他跟我一樣是摩羯座欸 對 三次好夥伴 三次好夥伴 一月喔 誰是一月 還有人一月嗎 誰一月 這邊只有前輩跟Starlish 沒有 沒有Heavens 他排集了Heavens 安利美特 排集了Heavens 他就只幫 Sarlish跟 Karteto Night 弄那個巴士靴 哦 然後他們那個手遊要結束了 今年 今年底就結束了 26還是什麼 是不是26 這個手遊就結束了 啊我也很早就沒有玩 那個手遊 抽不到卡 就放棄了 不課金的人 抽不到卡 就是要放棄 好可愛 他遊戲裡面的卡 是真的畫得很可愛 人氣排行嗎 人氣排行嗎 人氣排行我不知道欸 我猜 應該TOKIA 人氣很高 秀 秀庚的人氣好像也很高 其他的應該都差不多吧 REN MASA TOKIA 應該差不多 NATSUKI 在哪一層啊 我不太知道 我玩遊戲 不就只是為了抽卡 那邊嗎 因為那個遊戲可以聽歌 就是一隻音遊 所以就是可以聽歌以外 遊戲裡面 有遊戲裡的音樂 跟 遊戲的 一些角色 抽卡 就會有一些 語音嘛 那個 環節這樣子 跟他生日的時候 會有一些 不一樣的東西 這樣子 而已 直接抽多 帳號抽了吧 但有時候 你這樣生日那種 就是會想要 而且他們卡片是真的畫得很 卡片是真的畫得很 我跟抽不到 我真的是玩不下去 沒有那張卡 我就玩不下去 沒有那張卡 我就不想玩 抽不到 自作仔 既然我抽不到 我就放 放了吧 再見 還有那個 過年的時候 兔子 很可愛 我不管抽到誰 我都會很開心 但是就是抽不到啊 那種最高等的卡 面就是 不管他誰 就是不會出現 這樣 不會出現 就是那個 怎麼抽都只有 SR跟 R卡的時候 那個心情真的很差 你知道嗎 我覺得已經抽到 十年抽 還不給我就是 UR什麼的時候 我真的是很難過 就給我一張 UR嘛 一定是誰 對 一定是誰都好 你給我誰都好 只要有UR我就開心 但是就是沒有 我已經不管要不要 抽到什麼 我有興趣的成員 課金 就是這樣做 對 然後這個遊戲 現在要就是 停止 營運 就是要 結束營運了 這樣子 呃 台版的已經結束一陣子 然後現在連日版都要結束 但聽說他明年會出新的手遊 好可怕 好可怕 關了一個然後再出一個新的 這樣到底是好還是壞 呵呵呵 這樣到底是好還是壞 他關了一個 然後又馬上又出一個手遊 這樣就是 是好還是壞 很可怕 這麼會戰 怎麼會不出新的 確實 確實 會出什麼 我猜絕對是應有 聽說switch也會出新的遊戲 2020 2020 超過 這個真的很可愛 這是什麼啦 這賣這是什麼東西 什麼周邊 anazashotto 是什麼 賣照片喔 照片是真的很好看 但買照片是要幹嘛 我點進來看 但我看得到 我看得到 這到底是賣什麼 要許認什麼 沒有沒有 我先點進去看看 這商品到底是像這樣 mini acryl 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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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 板子 壓克力板 哇 好酷 壓克力板 賣一張照片的壓克力板 確實是難看 如果為了這個照片 我真的有可能會買 照片好看 還好我不知道這件事情 這個 真的很可愛 那個兔子 那個兔子 真的很可愛 明年是什麼 明年是什麼年 龍喔 龍一點都不可愛 兔子真的很可愛 兔子真的很可愛 這張真的很可愛 這張真的很可愛 這什麼東西啊 真的很可愛 賣照片附壓克力板 沒有它是不是 壓克力板 很可愛喔 兔子 而且它還不是只是 MASA做的很可愛 每個人都很可愛 怎麼可以這麼 過分 每個人都照片 都很可愛 每個人都照片 都很可愛 為什麼兔子 因為今年是兔年 雖然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它要在年尾的時候 出兔年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年 這今年都要過完 它在那邊出兔年 都要到龍年囉 龍 要出來囉 都年尾 對啊 你為什麼在年尾的時候 給我開始 兔子 是蠻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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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張都很可愛 很可愛 當然是最後鑽一個 好適合我穿這種衣服 裡面還 哇 這是什麼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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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肩喔 什麼衣服 是蠻可愛的 這就是蠻可愛的 你其他作品也是都六週年了 五週年的立牌 是剛剛 剛剛 剛剛只能等龍年了 放棄兔子 龍年絕對不會可愛 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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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子 兔子很可愛啊 兔子很可愛 兔子很可愛 龍感覺不會走很可愛的旅行 我喜歡那個兔耳朵 龍的 沒有興趣 沒有興趣 有點到那個什麼三月的 演唱會 剛才在看這個 周邊是哪一場 的周邊 原來是那個三月的 三地帶 看起來是 可是龍後面幾年也不好出 所以我猜應該兔年 因為龍年應該不會出這個吧 而且龍年的手遊 應該不是這個吧 不知道 那個圖是真的畫的 他的手遊的圖 是真的畫的很好看 真的是 但我抽不到 但我抽不到 超喜歡那個遊戲裡面的各種卡 真的是很可愛 很可愛 又很天使 但是我抽不到 然後他就要 中指 抽不到 九星 九星 三星 七星 五星 五星 九星 九星 五星 喜歡的男人怎麼可以這樣對你 這時候的大家都在玩什麼 就是這種已經知道他要終止的時候 是什麼心情去玩這個遊戲的 好想知道 現在這個時間 還在玩的是什麼心情 會想抽卡嗎 不是都純實純很多才開始 對啊然後就是全砸下去 發現都沒中什麼的那個心情 就是三遊戲的那種感覺 我要三遊戲 的心情 好可怕喔還好我沒有玩到這麼後面 但每張卡都很好看我覺得我會活不下去 沒有抽到的時候很難過 每張卡都很好看的時候 下一個活動又是好看的卡的時候 我承受玩不下去 你看存了三個月然後投著詞 結果沒抽到然後下一詞又很好看的時候 那個心情承受 承受不了 心情承受不了 人生怎麼來的 你看聖誕節 像如果萬聖節你就覺得 萬聖節的這個卡好可愛 然後聖誕節來的時候就 聖誕節 換蛋了 還好沒有玩 我還好沒有玩 然後過年又有這種 這種和風的衣服 真的是沒有辦法 真的是沒有辦法 他都沒有保底 一定有SR以上 他是這麼寫的 SR以上 沒有U啊 SR以上耶 他沒有說保一個U啊 沒有 SR以上 難怪我抽不到 哈哈哈哈 難怪我抽不到 這只不是自己的菜可以生下來的 所以我才說 如果當然 剛好不是我的菜的時候 我就覺得 他每張都很好看 尤其是加上我是一個 我沒有對這個角色特別執著 所以他不管出現誰 我都會覺得 很好看 這樣子的心情 因為他就是 其他角色也會有 但是就是SR 然後會有一個角色 他是U啊 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想要U啊 因為U啊有那個 整個背景這樣 整個很 畫得很豪華 這樣子 不管他U啊是誰 我就想要U啊 我就是想要U啊 然後就是要燒一下你 可是 又不給好 我記得我的推特 有我曾經抽到U啊 的那個 紀錄 哈哈 有那個紀錄 好像有 不知道找不到 可能找得到 畢竟我沒有在用這個 東西 2017 我看看 2017是什麼時候 2023 六年 六年前 六年前 我六年前就放棄了這個遊戲 我六年前就放棄了這個遊戲嗎 會不會太快 你看這個 U啊 這張沒有到特別 這是真的前期 真的是超前期 真的 超前期的時候 我載 我玩了 然後很快就退了 對 又發現我抽不到 U啊 你看 S啊有沒有 有S啊嗎 你看那個S啊跟R 跟那個U啊 請問抽到S啊的心情是什麼 好像沒有很開心 好像沒有很開心啊 你看 S啊跟U啊 我就是 怎麼樣都是想抽到 U啊 懂嗎 就是想要抽到U啊 我那個時候我就很開心 你有沒有抽到U啊 我對卡拉麵這麼好評 但多久沒玩 應該這個時候就是最後一次吧 我猜這邊應該 因為那時候 我那時候寫的 我那時候寫的 我那時候寫的推文叫做 抽到卡了 我 我本來已經去 要放棄了 我本來已經放棄 要放棄了 怎麼辦 那再玩一下就好了 我的推文 我的推文叫做 怎麼辦 不然抽到UR了 那再玩一下就好了 所以我那個時候 已經快放棄了 你知道 初期 初期我玩了 大家就抽了幾抽而已 然後我就又要放棄了 六年前 六年前 我很快就放棄了 這個遊戲 發現我跟卡牌這個遊戲 不合 發現我跟卡牌不合的那個時候 箭討就說 箭討就說 所以我就說 我每次就說 抽不到就不玩了 的時候就會抽到 然後就 硬著頭皮在玩的 一下下 然後呢 還是抽不到的時候 最後還是棄 很常 這個事情 很常發生 我已經 看開了 我已經看開了 我的手有死 就是一直循環 我的手有死 就是到哪兒都是一樣 他們以為那一張UR 就能足夠留 說你 撩不住 而且有時候 就是會抽到重複的時候 那個心情真的是 喂 明明有這麼多張卡 你還給我重複 在那種感覺 在那種感覺 這樣怎麼 怎麼… 看那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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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哪裏都可以煎15克這自制力超強 我說不定會敗那種一次 就是那種初課的禮包 真的買一次 可能會買一次 避重的話可能會不小心買下去 如果說避重的話 避重 直接送你一張兌換可以直接指定的那種 我就會不小心可能會買下去 給你一張指定這個卡詞裡面的UR 看你要哪一張 我絕對會直接買 可以自己選嗎 UR要哪一張的話 我就會不小心按下去 很挑 很挑 已經沒有這麼好的是嗎 可以直接自己選 自選五行 真的 那就是實際上就沒有這種好事 沒有這種好事情 看大家 聖誕節 是不是要猜 我已經猜了兩個 2 2號的1號 1號的4號 猜到今天6號 忘了提醒 對阿 忘了提醒 再一個 還有半個試的時候 裡面有什麼 點這樣吃的 其實我覺得1號的那個巧克力夾心餅乾是最好吃的 目前 我昨天開了2號的 2號是白巧克力 很甜 4號在哪裡 喔 看不出來 4號看不出來 一定很貴 聽說要500塊 剛剛很小心折到我的紙巾 沒事吧還沒有斷條 這是巧克力的餅 還是吃餅乾 今天只能吃一個的概念 對啊 小心 差點指甲就不見了 它還黏在我的指甲上吧 指甲比較貴 指甲不是比較貴的問題 指甲比較重要 不是選擇這樣 不會這樣 這怎麼很 很鬆感就隨時會不小心搶到的餅乾 為了開箱指甲斷了 我應該是會隨時會噎死 就是咬下去然後散開之後吸的 就會死掉的那種 丁乾 不好吃嗎 沒有不好吃它沒有很甜 也沒有 很 乾 沒有很乾也沒有很甜 它真的是 把它在嘴巴它很很轉 所以一不小心就會直接全部壓碎 然後就變成粉 然後那個時候如果一 笑的就會就會死掉 還好 還好 我剛剛很安全 要看到這個 4 4號 巧克力 這看起來是2號的黑巧克力版本 好 正當 正當醋 別說也很像毒物 不能吸到 剛剛 那個餅乾在吃的時候不能吸喔 嗯 吸到會死掉 嗯 吃起來有 肉依實的味道 還是那一支 明智的巧克力的味道 突然講的好像沒有很高級 肉依實的那個生巧克力的味道 還是其實都一樣 那個味道吃起來 5號 再 我有想過這個東西 就是 吃了 吃了 整個吃完了會不會肥死 是不是熱量感覺很高 這樣還是有差很高 這樣的一個層次 謝謝吉米桌 啾啾你喔 這個肉依實跟 明智的差距嗎 這不是剛剛那個 吃到會嗆到的餅乾 我想要 我想要1號的那個 夾心餅乾 這不是剛剛 就會嗆到的 會嗆到的那個餅乾嗎 沒關係 還有一個6號 按回家 竟然有重複 它看起來顏色不太一樣 應該味道不一樣 喔 看起來是喔 夾心餅乾 看起來是 它看起來 我拿出來它會不會碎掉啊 等一下它有點太ギリギリ喔 你有點太 ギリ 謝謝 這樣我是要怎麼拿 OK 那我要先吃 我要先吃那個 會嗆到的餅乾 先開始吧 蘋果跟紅茶 你依舊沒有說你是什麼 它是不是其實會寫啊 就是什麼 幾號是什麼 沒有 沒有寫嗎 還是 嗆到的方式會一樣 應該是喔 看目前看起來 沒有寫 是我剛煮的 教大家要怎麼食用這個餅乾 這個叫做 會讓人吃東西 會好好 閉嘴吃的餅乾 吃嗎 很美 哈哈 呵呵呵 什麼味道 我吃不出來 這是什麼味道 很熟悉的味道 肉桂 肉桂是這個味道嗎 很傳統 很傳統 一個食物的味道 什麼味道啊 在哪裡吃過 在哪裡吃過的味道 剛剛那個比較好吃 剛剛那個口味比較好吃 這個口味比較好吃 說不出來 剛剛那個應該是原味 呵呵呵呵 剛剛那個 在哪裡了 被我講出來一個調價 呵呵 我不適合去吃什麼 那種 吃 吃品 我沒辦法去幫人家評論 不能找我 白巧克力 上次是黑巧 好 上次的那個是黑巧 哈 不行了 突然不想吃 哈哈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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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表情不會說 那個 蘋果牛奶的味道 紅茶在哪裡 蘋果 大家有喝過蘋果牛奶的話 就是那個味道 打開了就是那個 蘋果牛奶的味道 三秒 三秒 教你如何 三秒感受到 蘋果牛奶 就這樣 你就會覺得 蘋果牛奶 這個口味不好吃啊 沒有 應該是說裡面的巧克力是蘋果 口味 蘋果口味 沒有 蘋果口味 蘋果口味 蘋果好吃啊 嗯 是好吃的啊 是好吃的啊 我覺得 口感跟巧克力才剛好 但我喜歡巧克力 我喜歡巧克力 黑巧克力 好吃但看不出來 那選擇的話 巧克力比較好吃 對啊 為什麼要蘋果 我是很懂 但是 沒有不好吃啊 我只是不懂 為什麼是 蘋果牛奶 的口味 會很甜嗎 蠻甜的 但不會 不至於說 有那種 會牙齒痛的感覺 都會有這樣 的時候嗎 吃巧克力的時候 會有牙齒痛的 不會有牙齒痛的 不會有牙齒痛的 但你要說的話 我覺得它蠻甜的 這裡面最好吃的是1號嗎 1號目前最好吃 後面這 巧克力 好了我看到6號了 下次是8號 我再留到8號 再開兩個 30%耶 它該如何吃好 直接去拿充電器 其實比較快 我不覺得它可以撐 20分鐘 嗯 看你後面都不想開 不會啦 都買了就得 都買了就得開啊 都買了 不開也是自己虧 可以開 我來看看要怎麼 把我的平板引到這裡 它這裡也有買這盒嗎 沒有耶 它就是 就是我大姨要買 然後它 它從由我接納那一盒 這樣子 買來給我直播用的 它是這麼說的 好 疑似感強化道具 對它強迫我 獲得了疑似感 好 道具組組長 YES 它是道具組 可以開好幾支 ZUKI粉絲俱樂部的商品是什麼 快聖誕節才拿到不叫一口氣吃二十幾個 是沒有錯 意外的可以吃餅乾 什麼餅乾 感覺會倒下來 不吃日系的天使 不吃日系的天使 什麼叫做不吃日系的天使 什麼叫做不吃日系的天使 我還有挑 台系的可以抽 大福之類的 那是因為我沒辦法理解大福裡面要放豆餡的原因啊 喝果子那種都是豆沙 草莓大福那種豆餡很少 草莓大福那種豆餡很少 草莓大福明明就還是很多 而且草莓大福都有那種皮薄餡多的那種 就真的不需要發明這種東西 現在River的JuJuNiO 大福裡面不放豆餡的話它要放啥 就是只有 那個皮跟草莓就好啦 哈哈 草莓的那種皮包起來就好 這樣沒有人吃嗎 一定有人吃的吧 你以為叫大福的裡面都是包草莓 是不是沒有錯 它是不是都是有紅豆餡 只有皮跟草莓就好 哈哈哈哈 不然這是薄薄的一層 紅豆泥 也許我吃得下去 草莓水晶卷之類的 那叫什麼 有一種看起來不是包 豆餡 很像包冰淇淋的那種 就可以 看起來就是好吃 好吃 水晶餃 no 冰皮月餅 好像 什麼 什麼 雪梅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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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梅娘看起來很好吃 有人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包奶油對吧 我不知道它是包什麼 但是它裡面看起來沒有豆餡 它看起來沒有豆餡 所以看起來很好吃 看起來很好吃 奶油跟蛋糕嗎 不知道耶 它是包什麼 的 雪梅娘跟大福 如果不吃 根本不知道它會是哪個 雪梅娘通常比較大顆吧 我不知道啦 但是 大福 大福應該看得出來裡面有點紅紅吧 咖啡紅紅的 灰灰的 不要有餡都好 不要有餡 也不是說 就是不要有豆餡都好 綠豆沙我發現我也沒有辦法 綠豆餡 因為我上次有去過唐吉買過那個大福 我就以為它不是紅豆餡 所以就不是豆餡 結果買回來發現它還是豆沙 所以我就覺得 瞬間就不好吃了 紅的綠豆沙不行嗎 不行 我就只想吃那個皮 跟草莓 裡面的水果 淘不掉了 我就以為它是啊 但它不是啊 過分 我不騙 被騙了 被騙了 好像沒有什麼東西能取代豆餡 沒有東西可以取代豆餡嗎 沒有東西可以取代豆餡嗎 就說得很難取代 頂多卡士達 卡士達就好啊 或者芋頭地瓜這種斜門流排 或者芋頭地瓜這種斜門流排 芋頭感覺會有耶 芋頭感覺會有耶 好 卡士達只能接受在麵皮裡面 不能在麻糬裡 我為什麼 我為什麼 流星鹹都不喜歡 我會討厭鹹蛋黃 我超討厭鹹蛋黃 我超討厭鹹蛋黃 我可能對於我 內涵五度不行嗎 不能結算 卡士達很讚 卡士達很讚啊 卡士達很讚啊 淡沙拉 淡沙拉 為什麼突然到淡沙拉 中秋節直接一半不能吃 所以我中秋節 除了烤肉以外 我沒有想要啊 我沒有想要過我中秋節 沙特的晚 終於找到 統一布丁冰淇淋了 不是說那個很不雙淇淋嗎 吃起來 聽說吃起來 沒有雙淇淋 有雙淇淋 奶酪那種才來 奶酪很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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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酪很好吃啊 很不丁 聽起來沒有很 很好的評價 優格才是王道 不丁 很不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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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咪貓的狗也太可愛了 很可愛 他就放在我家 在那個客廳的沙發 有打開門就會看到丁 常人說他唯一覺得我吃的是蛋沙拉 塞尼滿嘴同一布丁的感覺 是一口裡面會有十顆同一布丁的感覺嗎 吃下去一口會覺得吃進了十顆同一布丁 喜歡就很愛不喜歡就掰了嗎 口感差很多 對啊布丁還是吃原本的比較好吃 開始玩他的腳 開始玩他的腳 沒吃到東西也可以試著吃很多 吃很多 想吃麻糬冰淇淋 去買啊 去買啊 今天是自己吃拉麵嗎 對啊 是 不想出門 不想出門 在指手加麵會感到為難嗎 可能有一點為難 但是前提是就是怕 怕真的太多吃不完的話會很抱歉 會需要加麵嗎 因為我吃完的時候我沒有覺得很飽的感覺 可能是因為我吃太快 可能是因為我吃太快 我吃不完吧 我不知道啊 但我真的覺得我沒有到完全吃不下 加半份了嗎 我不知道 有的加麵不用錢 他不用錢吧 看起來 還是可以加麵 就不想出手吧 沒有前提是因為我是在人家快要休息的時候進去的 我進去的時候已經沒有後面的客人 我在吃的時候旁邊都沒有客人 我就覺得很好笑 那個狀況就是我在吃然後有兩個 不知道是老闆還是什麽 就是在裡面 然後我一個人 我一個人在那邊 吃這樣 然後旁邊都沒有人 旁邊的人都吃完然後付錢就出去了 然後我就坐在那裡 然後就看了時間 還有二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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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場 包場 我直接包場 全部人在等我吃飯 確實 是 他們在等我吃飯裡面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 在說要加的時候 就是 很不好意思 真可以有這個Iran 有辦法在那個情況吃飯 還好吧 我去吃我的拉麵 今天有在還會跟你聊天嗎 他有問我說好吃嗎 我有這樣回答 因為我很認真的想要趕快吃飯 我在吃到我嘴巴有東西 所以我就只能用點頭 我很認真的想要趕快把那個麵 我那個時候就是 麵來了 然後我就要拿麵 然後我就拍照 拍兩張 然後就開始吃囉 然後吃完的時候 就剛好十分鐘 從我拿到 到我吃完 就剛好十分鐘 吃完就趕快結帳 趕快離開 我應該整個就花很快的時間 而且 而且我 他麵拿給我的時候 我要從那個上面架上拿下來的時候 他還一直問我說 可以嗎可以嗎 我說可以可以可以 他們是多怕我把那碗麵弄倒 我真的是在 可以可以可以 然後我這樣 這樣拿出來 他們一臉就說 可以嗎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嗎可以 我就說 可以可以可以 我看起來 不會耶 這是能多重 拉麵是能多重 他們一臉就很害怕我把那個 那個弄到 可能怕我這麼晚吃 算已經餓到手動 怕我沒拿好要重做 但是真的下不了 想說服務做最滿 晚吃飯的人看起來辛苦一點 確實 確實 但是我今天的第一餐 下午 快三點的時候 今天的第一餐 苦麥麵條 我真的是昨天 因為就 剛好前面有事情 就在那附近 然後就在想說明天 因為難得出門 早一點出門 所以就沒有在家裡先吃 我就想說那 要順便吃個飯 我就找到附近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然後就找了 然後就看到拉麵店 然後就想說拉麵店 然後我就開始找在附近的拉麵店 然後就按一按 然後就按到那一家 然後就看了一下時間 時間應該是來得及 所以我就想說那明天就去那一間 然後就 時間是有來得及 但真的是 真的是那個Google Map 已經上面寫說 即將打烊 然後就是很害怕 我想說即將打烊是 還可以進去吧 應該是可以進去吧 這樣子 可以進去吧 開到三點我是運氣不錯 我有先查好 他就說他開到三點 我都有先查好 他說他開到三點 避免撲空 我都有先查好 三點 應該再出去 我到時候應該已經 兩點半 兩點半的時候 不能進Google不會寫 所以我就想說會不會不能進啊 然後我就進去 然後看了一下 看起來應該是可以 然後他就 他有說可以進去 對 店員都很nice 很nice 他們看起來很可怕 但是很好 這樣 你常常查了 結果到來 發現店休 他上面寫啊 星期二 休息 看起來很可怕 當然是真的很好 對啊我在門口 然後想說 可以進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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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哪邊要先怎麼樣 還是不用嗎 然後我就站在門口 想說 可以直接進去嗎 還是要在門口 要進去 然後 然後他好像還沒有看到我 然後這樣 但後來看到我 他就說 稍等一下唷 一兩天都說 然後他就 有啊 他就問你要點什麼菜 我點了清爽 最清爽 清爽 臀骨 臀骨 跟 豆芽菜 多 我真的很想要吃有豆芽菜的拉麵 然後他又有 那種 比較粗 粗 粗的麵 中捲 麵 我不喜歡細麵 所以 我那時候就看到他可以選麵 我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我就想說 想要去吃那個 清爽還那麼多輩子 那個我有寫少欸 因為他說可以調啊 所以 我就記得我調了 豆芽菜 調多一點 然後那個什麼 被子我就說少一點 連那個什麼 什麼醬 塔雷什麼的 我也選少一點 然後蒜就是普通 然後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那樣子 樣子 少的話是那樣 少的話 對我來說是很剛好啊 我不會覺得說 太淡 也不會覺得說 很 很 豬骨 臀骨 的感覺 彼此一蘭 我可能覺得那間比較好吃 一蘭真的有這種 豬 豬 的味道 那種感覺 前提是因為我去 一蘭都沒有點少 我都點普通 所以是不是普通的問題 原醬子少是剩下清淡 是嗎 我覺得喝起來還是蠻濃 很濃的 味道 就是豚骨 想吃吃 要吃豆芽下次可以吃看看 豚天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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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蘭不好吃 我不喜歡一蘭 而且也很貴 我不懂它幹嘛這麼貴 就是 它湯有 豬的味道 有一個豬 有豬在 在裡面的感覺 有一隻豬躺在裡面的感覺 哈哈 凌晨三點還吃得到 豆芽吃到飽 Nagi 豆芽吃到飽 真的喔 Nagi 我好像有看過它的菜單 是有四個顏色 我就不知道那個是什麼 哪裡好吃 哪個好吃 不知道 沒有聞 有時候會有選擇這樣 要排隊 豬在你舌尖上滾動的感覺 就是 喝一口湯就會聞到 有豬的那種感覺 我不喜歡那個一蘭 一蘭感覺像被 被罵 標準的臀王就好 它的麵是什麼麵啊 因為我真的覺得 今天吃的那個麵很好吃 雖然它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好像很短 就是那個麵好像很短 完全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這樣夾起來的那個 完全不需要 就這樣 這樣就可以 這樣就可以夾起來 我想說這個麵 看起來 為什麼這麼短的那種感覺 天龍麵條是什麼 喜歡西麵的可能不玩 不然想找機會去吃這樣不敢吃 那是什麼 一蘭嗎 那一蘭基本上大家都說的 真的很好殺看 只是我 不喜歡而已 拉米台 真的印象是黃色捲面 欸我不喜歡那種細麵 然後要選那個硬 硬還是軟的那種 細麵軟又很爛 然後硬又很硬 就沒有辦法抓到那個細麵的精髓 薄多細 臀骨加細 可以選粗麵 我喜歡粗麵 本店有三種可以選 中卷細麵天龍 今天好像也是這樣 這三種欸 今天也是這三種 我一直看著那個天龍麵 我想說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好好奇 那到底是什麼 我一直看著它上面那個貼著 中卷麵細麵跟 什麼天龍麵 然後一直看著那個天龍麵 想說那到底是什麼 那到底是什麼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一直看 反正我是覺得那個粗捲麵看起來很搭那個 粗捲麵很搭臀骨欸 不知道為什麼 我真的覺得臀骨的麵就是要粗捲麵的那種感覺 的心情 那叉叉看起來有點肥 超肥 反正沒有那種很餓的那個 沒有那種很餓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但其實蠻油的 蠻油蠻肥 很爽 很嫩 但是 沒有那種很餓心的感覺 可能是因為我很餓吧 如果我很飽的時候 可能就會覺得 煮不下去 但因為我那個時候真的是 很晚吃 所以還好就是有 一定的餓度去吃 所以完全覺得那個 沒有到很不行 那可以去叉燒嗎 欸你可以跟朋友去 然後把叉燒給他 我那晚看上去真的很重 說實在 很重是哪個部分 味道很重 天龍的麵是最粗最有口感的嗎 真的喔 最粗 最飽 我是餓了24小時去吃 不知道欸 10分鐘吃完天龍都嚇到了吧 我吃東西是真的沒有很慢啊 我是吃東西真的 我也很意外喔 我就想說 怎麼好像很快 那一晚就消失了 我還確認了一下時間 我想說 有沒有快到3點這樣 然後還有20分鐘 我想說 還有20分鐘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相簿說 我拍那張 麵 那碗麵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29 然後29 我放下手機開始吃的時候 39 然後我就想說 欸 10分 10分鐘 好 吃快點在吃的掉 涼掉幹嘛吃的 確實 吃的人到底餓多久 確實是很快啊 平常吃水的 真的假的 我對於拉麵的印象就是 大家都吃很快啊 還是說 你們 你們不會吃的比10分鐘還快嗎 因為我覺得 吃拉麵應該感覺大家都是那種 5分鐘就吃完 等到廣告 對阿拉麵本來就吃很快 很燙吃不快 很燙 很燙吃不快 5分鐘應該是日本速度 大概15分鐘 因為還很燙 邊吃邊聊 因為我沒有朋友 所以我一個人吃很快 不好意思嗎 因為我就是埋頭啊 我手機什麼都沒有拿起來 我就是拍一碗照放下 然後就這樣 埋頭在那個拉麵裡面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其他 需要的關係 我就是 偶爾吃一吃 然後抬頭看一下 那個 那三種麵到底是擦在哪 這樣吃 然後看一下 我怕它燙好像 我真的覺得沒有到很燙 還是是我的嘴巴 不知道哪裡的問題 因為它的麵沒有很長 所以不需要這樣一直吸 是嗎 我真的覺得沒有到 我反而覺得我昨晚吃的那個 餛飩麵還比較燙 我昨天吃的餛飩麵很燙耶 那個餛飩不知道是什麼 很燙耶 我真的覺得 跟昨天的晚餐比 我真的覺得今天的拉麵 一點都沒有很燙 昨天我吃的那個餛飩麵真的是 吹了很久 它都還是很燙 不知道問題是出在哪 不知道問題出在哪 這不用錢 沒家有點可以 是認真覺得可以再去吃 260 260 還行吧 拉麵點 一籃一碗到底多少錢 一籃真的很貴 泡戲是什麼 下次再晚一點看看能不能在一起 300多 快300跟300多是不是 有點差距喔 可能那個餛飩麵的湯剛滾 餛飩麵是外帶回來 然後在家裡打開還是很燙 快到吃不及 很難吃完 但就是有人可以把一籃的湯喝完 我真的是覺得很厲害 可以吃燒烤吃到飽耶 你說一籃的價格 麵台灣都偏貴啊 看看像我的牛肉麵 牛肉麵最近不也200 沒有嗎 200沒有嗎 喝一頭豬真的不容易 一籃 一籃什麼都沒有就298 什麼都沒有是什麼 連蛋跟肉都沒有 是嗎 連蛋跟叉燒都沒有 基本 只有麵 只有麵 麵跟湯 就298 很貴 很貴 綿密泡麵 完全沒有看過那種 不如去吃一頓也是偏貴的那些 兩片叉燒沒蛋 但一籃不是可以也是免費去麵嗎 你就一直吃麵就好 一直吃 吃回本 把那個麵吃回 叉燒兩片 加麵60 加麵要60 那如果 確實很貴 吃麵回本 也是很貴 吃過泡是下次可以試試 綿蘭超貴 超貴的感覺 溏心蛋30 好貴喔 什麼都要錢 熱麵霧才不用吧 熱麵霧是台式的 綿蘭還沒有加麵沒有被 一般的店家加麵都20 30 拿過多 一般 一蘭在日本也是這樣 真的不會去吃 太不值得 那怎麼很多人喜歡一蘭 高於行情 吃品牌 很少加麵免費 真的 是不是 通常不都會有那種 加一次免費嗎 這是第一次不用錢 你如果要再加一次 可能就要錢 加麵降下之前 你是不會搭進去的 陰流臀巾好像也是 不用啊 他知道你不會加第二次當然要再第一次就收緊 沒有加湯湖 台北還有什麼好吃的拉麵嗎? 我不知道耶,你可能要問他們 他們你們感覺比較常吃 我的話很常吃完就會忘記哪間是好吃 哪間還好 華山附近 比較新的拉麵 不好吃的我一定說不好吃 我又沒有每次都說 好不好吃 我就只是記錄一下說我有來吃啊 我記錄一下說今天有吃了這間 很常會忘記我有哪間吃過哪間美食 貝類雞類好吃 貝類雞類 我根本沒在挑吧 我真的吃不出來啊通常 通常我吃的我覺得 我覺得難吃的時候就已經 我也很意外啊 我會覺得難吃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意外啊 我會覺得很意外 脫照片才能幫我看有沒有吃過 雞白湯拉麵味道補補 醬油豚骨 雞白湯 雞白湯 豚骨 醬油還好 醬油還好 豚骨要看耶 豚骨我也是很怕採雷 我就很怕再吃到一次 跟一蘭一樣 豚骨這樣 醬油還好 醬油變成湯 我就不是很能理解 醬油的感覺就是 拿來沾的東西 它變成湯我沒有辦法 我不知道 我沒有辦法想像 感覺就是一碗 鹽巴的感覺 一碗 那含量過高的湯 不敢喝 會選醬油為一個 這個情況只有今天的錢不夠 最喜歡魚介 我也喜歡魚介 它有時候魚介會 還是跳起來黏黏的 嘴巴會黏黏 它是不好的醬油 每種湯辣含量都超標 但是 但是 像豚骨就可能想說 喔是豬啊 魚介可能就魚啊 蝦就是蝦嘛 然後雞就是雞嘛 但是醬油就有種 醬油的感覺 的感覺 鹽味拉麵也很好吃 鹽味拉麵也很好吃 但是鹽味跟醬油老實說 我不敢喝太多湯 我就會覺得說那個 就是只有調味料 的湯的感覺 感覺比較便宜嗎 不知道欸 只有醬油是不夠的 哈哈哈哈 還是 就是 我的感受就是覺得它 整碗就是醬油啊 跟整碗都是鹽 但因為鹽 鹽味就是會 那個湯裡面看得出來 有高湯的感覺 但是醬油真的整碗看起來是醬油啊 所以那個有點 看的時候就會覺得 好像很鹹 這樣 但因為鹽味看起來就是 很像高湯 很淡淡 我也沒有辦法意識到它很鹹 醬油就會 一 整碗看起來就是 醬油色 所以看起來好像很鹹 我大概可能整碗都醬油吧 那能吃嗎 所以就說 是一個心理 心理 因素 我就覺得它看起來很鹹 所以覺得它很鹹 這樣子 也是有比醬油鹹的 不要小看人家 要比的話我覺得我也沒有喜歡味噌 味噌跟醬油應該都是我覺得 太好 我覺得最安全的就是雞白湯 因為我覺得雞白湯從哪裡喝 喝起來都很像 在哪裡吃的雞白湯拉麵 對我來說我覺得吃起來都一樣 哈哈哈哈 但豚骨就會有分 很豬的豚骨跟 沒有很豬的豚骨 跟 假豚骨 跟 很油的豚骨 就有很多種豚骨 但豚骨很容易 遇到好吃 跟遇到很難吃 然後味噌也是 就是會有一種 像紅味噌或什麼 就是會有很多 味噌 不同的味噌 台式味噌 日式味噌 就有很多味噌的 的分別 所以那個就很容易 遇到不喜歡的味噌 然後醬油 醬油也是就是 會有甜一點的醬油 鹹一點的醬油 就有很多種醬油 但雞白湯對我來說 就是吃起來都一樣 吃起來都一樣 雞 雞就是那個味道 那種感覺 雞白湯瞬間覺得很雞心 我覺得是 那個白的程度 那個白的程度 有時候那個白有點 太濃了 會有種 很像在吃奶油 義大利麵的感覺 會有種 好像在吃 義大利麵的感覺 太濃郁的時候 會覺得 嗯? 這是拉麵嗎? 小魚乾 小魚乾應該不會 難吃到哪裡去吧 會點鹽味的 我沒有在台灣吃過 鹽味拉麵 我只有在日本吃過 蠻好吃的 我覺得鹽味的話 就要吃細麵的 有種清爽的 天氣上不要太白 因為太白 你就會不知道那個白的地方 是哪裡來的 你知道嗎 就是很好奇他加了什麼 然後那碗湯 可以變成這麼白 這樣 我就覺得害怕 牛奶 牛奶 只能加牛奶 嗯 對 長時間燉煮就會特別白 不知道 有時候 尤其白色拍起來 沒有這麼好吃 你知道 是那個顏色 看起來沒有這麼好吃 我真的覺得今天拍的那個 看起來 還蠻好吃的 可是 色彩 是原相機 可能是因為它有蛋 又有高麗 痾 豆芽菜 還有那個蔥 那個顏色看起來很棒 雖然那個油 有看到那個油 那是油還是酸 我其實看不太出來 你比較不能接受炮戲的賣相 我查一下 我真的沒有看過那種東西 黑色看起來 啊黑色 那個什麼 臀 什麼 是不是有黑色 我記得我今天有看到 點開那個 拉麵 好戲的拉麵是從哪裡來的 日本有這麼多 打發泡的拉麵 喔看起來 也沒有到很噁心啊 它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我以為會再更多泡泡 我以為會再更多泡泡 這看起來還好啊 看起來蠻正常的 看起來蠻正常的 一支 它跟我想像中的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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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特別白的雞擺糖 我本來想像的是那種 鮮奶油打發然後變得很大的那種然後一坨然後放在上面的那種感覺 我本來以為就是麵丸然後上面會有一坨泡泡在這裡的泡麵 這樣才叫泡洗感覺要這麼多泡泡 然後那個麵來的時候就是下面是麵嘛 然後旁邊可能有叉燒跟蛋的那種然後中間會有一坨泡泡 你不覺得好像很有商機嗎?看起來很浮誇很酷啊 沒有人發明這種東西嗎?感覺很順欸 泡洗 新泡洗的阿米 然後湯撈一下它就會不見了 有種在吃法式料理的感覺 有種在 法式料理的感覺 不是有那個巧克力嗎?然後 焦那個 焦那個巧克力醬然後它就會這樣化開 它就會看到下面的麵這樣子 這邊有那個泡泡嗎? 然後把湯倒下去之後那個泡泡就會不見了 你看看起來就是一個視覺效果 又可以看表演的拉麵 Instabite 大家網美可能會去 網美也可能會去記錄那個 哇會泡泡泡泡的拉麵 哇泡泡不見了 好 開始吃普通的拉麵 那拉麵要教什麼 怎麼都可以啊它可能是什麼傳說的那種 特調醬汁 就是 高湯或是就是湯這樣子 跟今天一樣的狀況就看到了 什麼狀況 那個就很怪沒有人吃 你說說這現在哪些 哪些商品哪些食物不怪 還不是有人在吃 還不是有人在吃 這款泡泡也很泡 很泡 還可以賣拉麵糖酒 可是沒人眼睛吧好吃還是這種 對啊 弄得有噱頭然後又好吃 有沒有人要採取我這個商機 我可以去研究一下 開個拉麵店啊 你說2024年研發 研發 新 新 新潮 感覺可以賣很貴 這就改賣甜點 一定是那個泡泡太難做了 沒有人要做 就是有一個人在旁邊在那邊瀝乾那個麵 然後有一個人在旁邊在那邊 在弄那個泡泡 那還不要付我完全費 不用 到時候 紅了火了 我可以免費的進去 不用排隊吃就好 紅了紅了 大家都要排很久的時候 讓我不用排隊進去 發明人快速通關 快速通關 那如果沒紅我可以花錢來支持一下 才是要好吃我才會去支持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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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店付出的成本 眉紅就發我業配來生存 眉紅還有錢發我業配 也是蠻酷 嗯 嗯 紅了就直接到會了 是不是差不多 不過9點半 又給了你們半個小時的時間 跟數字去木製 然後我吃完就倒掉 10點半 YES 最後要放隔墊的 放一首 放一首 我看第四季的時候 真的覺得很好聽 陪你們吃晚飯 我有陪你們吃晚飯嗎? 我沒有在吃欸 我也想吃欸 因為 因為 因為我 三點才吃完了 音樂走心那個 對音樂走心 對 唱太好了 這個歌寫得太好 這個 歌很棒 唱太好 咖啡的年曆 跟聖班的生日周邊 我選一個 什麼意思 周邊是哪個 是阿尼美特的那個嗎 在唱太平 是阿尼美特的 有限 歌詞 之下 歌唱太平 詳細歌 歌唱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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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立牌 我想知道塗 一打開就看到泡系拉麵 看起來很難吃 這很難吃耶 這首真的很好聽 有現場版耶 等一下再看 抱歉 我已經做好了 我看完二三季 再去看深幽演唱會 我搜尋被你們剛剛話題忽然 是 11次Paradise的AP 那應該不是吧 是嗎 是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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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有啊 到現在有七場 拍出見面會什麼 七場 是 今天的片尾曲嗎 今天的片尾曲 歡迎大家去 聽這首歌 這首歌 歌詞 歌詞 歌詞真的很棒 歌詞 去看歌詞 我會來的地圖 好 我先拍你 我先拍你 這首歌 今天的第十名是西米露 謝謝 謝謝西米露 第九名是阿德 謝謝阿德 第九名是 十九 第八名是科技魚 謝謝科技魚 第七名是Rebels 謝謝Rebels 第六名是 冠偉 謝謝冠偉 第五名是法蘭森 謝謝法蘭森 第四名是 十一 謝謝十一 第三名是 這要從哪裡看點 王仔玉 西門甲 謝謝 謝謝 第二名是吉米洲 謝謝吉米洲 第一名是小鈴 謝謝小鈴 謝謝 我真的 不記得欸 任何 任何一集 任何一集 我都不記得 在大... 慧眼什麼... 但我大致上有記得 看完之後我就想說 好像有這個印象 點進去的那一瞬間 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順序 真的是案例那個 另一個看錯 案例那個 賣的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剛剛有看到 只是我搞不清楚他賣的什麼東西 案例那個還在賣喔 他不是已經在賣 臉的那一組了嗎 剛剛真的太多了 我從哪裡走 比較快 而且網路跑不動 我從哪裡走 為什麼 好像在那裡 為什麼 一人じゃないからね 僕らが包んであげる 守らせて 愛のまま君を 後で引き出かせて 君という名のオープンを 世界で一番の花束に 実は明日を指してる 一人じゃないからね 君は一人じゃないからね 找不到 而且我沒有一張圖片是有顯示出來的 會不會太 網路會不會有人太慢了一點 他沒有一張照片是有顯示出來囉 他沒有一張照片是有顯示出來的 アニメト 先進去 アニメト 翠月29%的那個 好像是喔 我記得我剛剛前面有找到 但是我現在找不到 我現在找不到 這 什麼呢 這個呢 哪裡 這裡嗎 間不去 間不去 為什麼 不可以賣 會有這種姿勢嗎 他說這個網站現在 塞車了 目前最愛的一首 竟然是第一首嗎 這網站跑不動 直接給我塗 你放棄了嗎 等一下直接給我塗 因為我找不到 不是我找不到 黃燕超卡 有顆粒牌耶 有顆粒也不是整套 另一個我忘了沒有 快快快 咪咪要先關掉 我現在跨到日本區 他勉強有讓我進去這個網站 他有讓我進去這個網站 我現在要 我現在要 翻天 越來越滿 我快看不到我 再看 不看什麼 不是我的錯 大家真的 大家太好 大家一直收我 一直收集 看這片子你還好 Malady很可愛 而且我就這樣又開始進入了那個 又開始回去 歌點的話題 你說因為我還在直播 所以欸嗎 確實 我剛剛已經說剛剛那時候是最後一首歌 要不是因為又點開了那個周邊來看 我是不會在這裡的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又點開了那個周邊 要10點了 要10點啦 雖然是沒有事啊 之後是沒有事啊 這是哪一首 不知道是哪一首 先放在哪裡 可能周邊就是吸引力 多想賣 沒有我只是看 不就是因為有人說想 叫我選 我就又開始了 又開始了 明明他只是叫我找那個東西 我還是找不到 我還是找不到 有這種事 我會越看越想買 然後卡就發 沒有 沒有 為什麼這個要6000塊 這什麼動作 CD 好可愛喔 不要了不要了 你們為什麼 你們為什麼去罵人家 你們為什麼去罵人家 我自己腦部弱 我自己腦部弱 我腦部弱 我腦部弱 不情願 把卡號背起來 我不是要下班嗎 我又要下班嗎 我現在要下班嗎 我現在是要下班嗎 我現在是要下班嗎 我現在都想幫忙 你直接幫我自動選臉就好 你自動幫我選臉 我在看這邊 這邊怎麼這樣 不是這個 這個是生日 生日 那怎麼生日的我只看得到這個 三月的 嗯 我還是會推動 我沒有發揮 是 我不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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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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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說我沒有說沒有沒有這麼貪心有一個我就還行 是我在挑戰看看我敢不敢講對不對沒有沒有沒有我沒有我沒有講 我沒有講 當然之前還送到我手上去笑著說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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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在看他 是怎麼樣啊 手套我拿到在我家了我今天有把它扛回來然後在接運站遇到很多去打巨蛋的人然後整袋都是我整袋都是棒球手套我很怕他們以為我要去打巨蛋 為什麼臉因為我說我是連MASA OSI啊這樣配合我就可以但是要選的話確實會選MASA MASATO MASA OSI 這首歌怎麼唱這麼久他怎麼還在唱 MASA OSI開始練頭了 去打巨蛋的人你看那個也是就我整個我整個我扛了這個袋子然後全部裡面都是棒球手套 我看等一下是要去幹嘛 我還沒有拆開來看 我不知道到底會不會 到底有沒有合 應該是可以 沒有問題 收到幾個收到 四個 四個收到 我可以量量 量量完 好難耶 夠足一對 夠吧 你是什麼 你們沒有講話是不是 多了兩個是不是 不知道耶不知道為什麼多了兩個 不知道啊 要求 軟式棒球有1顆 然後有五顆樂的棒球 哈哈 有五顆樂的棒球 有沒有講好 有它粉紅色跟橘色的有收到 然後多了兩個 不知道是黑色還是 不知道哪裡來的 人送硬的 硬的什麼 人送樂的棒球 有啊 多了兩個可以四個人一層 樂樂棒球 如果TP要用的話跟我借 黑色的可以借它 黑色的可以借它 可以組對抗 樂樂棒球配真手套 我不知道那個組合是怎麼送來 但是 粉紅色 我知道粉紅色說是我用 橘色說是想要給那個人用 然後 黑色那兩個不知道是怎麼來的 有兩個 裝在黑色袋子 不知道是怎麼來的 然後我就是看起來像是一個很想打棒球的人 姐姐說 這麼多棒球 走到 要 樂樂棒幹嘛 沒有說我想要玩船街球 哈哈 哈哈 給薩摩也的 哈哈 黑色的 黑色的 黑色就是 新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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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定義 但最近外面都下雨很難耶 外面最近都下雨 感覺就是 下雨天也不是不行 就只是球很容易髒 這樣的感覺 球感覺到地上就會很髒 不想拿那個球 他搭到那個泥巴裡的時候 不想拿那個球 果然該去大巨蛋 大巨蛋最好是會讓我們在那邊丟球 然後就補完了 然後就補完了 對 球章了就補完了 對 很認識 球章了就補完 最近體積板 最近體積板很差 一直下雨 今天也是下雨 還好我東西 裝紙袋帶去公司 那個紙袋還好 還蠻厚的 還好它沒有破掉 不然我真的是會死在路上 不知道那個東西要怎麼 帶去公司 還好它沒有破掉 所以我衣服是有點死掉 球落地我就不要了 球落地就去撿餐巾 平常沒有人用頭溜進去 我很久會上新聞 我會上新聞 我會上新聞 沒關係 沒關係 我湊合著用 怎麼不可能真的 沒完一次我就換一顆球 怎麼翻三分鐘就回來 還要上新聞就靠這部 大巨蛋不找我 我們自己闖進去這樣 湊到人比較難 只會演棒球夢 只會演棒球夢 真的沒有人會做這種事 我要先教那個人玩棒球 很困喔 要找到會玩棒球的人 很困難 在外面丟球不小心丟進去之後 要進去撿得去 從哪裡 從哪裡丟進去 我不要把人家東西砸壞就好了 我還丟進去 請問她 我是 她是拉拉隊 該來玩球 放球拉拉隊 要不要來練一下棒球 放球拉拉隊 下班下班 她開始趕我下班了 怎麼了嗎 我加班是見什麼可怕的事情 好像我會殺了你們一樣 還是誰會殺了你們 誰會殺了你們 棒球拉拉隊 現在好幾個 棒球拉拉隊的 該來打棒球了吧 前提是哪裡可以打棒球 去哪裡打棒球 下雨天要去哪裡打棒球 之後 其他我們的練習影片 不知道欸 什麼時候會實現呢 請先 請 那個天氣 先 天氣先 恢復正常 再去 請熱誠思雅 大巨蛋 這樣還可以叫 詩雅詩雲 他們現在在香港的迪士尼很快樂啊 有室內練習場帶要花錢做 感覺就很貴 聽起來就很貴 棒球的場地聽起來很貴 因為感覺很大 我是讓他這裡不是棒球隊 他們都會看棒球比賽 應該要有那個對棒球的熱情啊 對吧 他們都要幫人家應援棒球 自己不懂棒球的熱血 怎麼要幫人家應援 沒有什麼室內場地 看比賽有熱情大家要是有一次 跑起來那個滑壘 上上壘這樣 棒棒 人的棒球也可以啊 要有基本sense 這當然我們是不可能玩那種認真的比賽 怎麼可能就是強迫大家從現在開始變成一個專業的棒球選手 花蕾請用鋪的 花蕾請用鋪的 登空做而已 現在那麼開球不落地 開球 開球落地有一部分可能是很緊張 有一部分可能真的是不會 開始摸虎訓練 開球 大概也只有開球可以讓 一個完全沒有經驗的人 上去站在那裡投一顆球 完全 大概就是我人生最大的一個 里程碑 莫名其妙有一個人上去投了一個球 莫名其妙站在那裡投了一顆球 基本理一開始 我的商業事業也有幫助 會接球嗎 要先不怕接球 用力反而都挖地管 真的 我非常的清楚 我一用力他把球就會往其他地方去 所以我超小力 還好還好 沒有手滑 那個手汗都快點 會要滑出來 所以我那個時候才知道那是真的棒球 我真的沒有辦法沒有理解 我想說怎麼這麼大顆 然後我今天拿到那個軟 軟式棒球就想說 怎麼這麼小顆 因為我記得我開球那天的棒球很大顆 我想說 感覺很滑 用力過嗎 就會往天上 最討厭挖地瓜的球 因為很難接 很怕被打倒 上方用的可以 所以比較小顆是嗎 那種彈來彈去 我最討厭的叫做躲避球 反正就是任何的球 任何的球 只要彈到地上 我都不知道他會彈去哪 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 躲避球 真的很可怕 他下去那個瞬間我就逃了 我不想接 不想接 不知道他會去哪 先享受樂趣就好 原來是耍完 想說不是差不多 這樣 這樣 在我手上 就是這樣 的感覺 這樣子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 我我玩就是這樣的感覺 但是今天我拿到的時候想說 嗯 熱熱棒球還比較大顆的那種感覺 滾地球直接跑 滾地球直接跑 球掉到地上就不要了 然後大家可以給你雷球吧 雷球請問誰跟我玩 嗯 五指抓 剛才一隻手抓著 對 對 他一直說我美甲到底有沒有辦法玩 棒球 這我真的不太清楚 感覺是不太行的 是不是有點太長 感覺我會不會出屎 指甲這麼長是不是沒辦法 會出屎嗎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以前也沒有留過這麼 以前 學生的時候不會留這麼長 差距怎麼再會斷喔 喔真的假的 那就要剪指甲了 為了打球鞋吧 我覺得棒球大還蠻意外 沒有到很大 跟其他人比起來的話 當然我覺得我的手已經蠻大 但確實還是覺得很難 很難掌控 塞進去手套就有問題了 喔塞進去手套就不行了喔 我以為這種東西應該是可以塞進去的 原來不行 又打球鞋 請大家先不要做指甲 原來如此 不能做指甲 還是我綁起來 就跟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去一講天開玩保齡球的時候也是 就想說這個要怎麼塞進去那個球裡面 然後就用了那個膠帶 透氣膠帶還是什麼 把它捆起來 把它捆起來 才可以把那個手指插進去那個 那個 保齡球裡面 就把它綁起來 就把它指甲跟這個縫 然後全部這樣把它綁起來 沒有耶 我還沒有把它從袋子裡面拿出來 沒想說拿出來很難塞回去 保齡球更危險 那保齡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這只是拿著的時候 很難這樣子 我就褪子帶獅子在外面 就少一段一支 都這樣子 這樣戴得起來 所以這在外面有比較舒服嗎 應該是沒有 應該是沒有比較舒服 好啦 但是 好啦 還是短一點就可以 短一點的美甲就可以 就剪到跟普通的差不多就可以了 是不是 就是不能慘 手套 手套記得接球那邊朝下放對手套比較好 你說這樣子放 這樣子放 這樣子放 還是 這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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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也不要美甲 為什麼 美甲反而對我指甲來說是 有那個保固作用的 因為它很堅固 就是它 就是有種 上了 鋼的感覺 接球如果手會痛 一定是接錯了 要改掉 戴手套接球會痛 會痛 反而這樣的話 比較不會到很軟 就只是不要長就好了 因為真的長的話 我能感受到長的時候會很痛 就是壓到的時候 所以長 應該是不能長 就像我剛剛想要搓那個搓搓熱 然後這樣搓下去 然後這樣 這樣的時候 真的是很痛 但真的很痛 所以真的應該是要剪短 應該是要剪短 應該是要剪短 因為真的是太 有點太長 又到了那個有點長的時期 還是 還是 嗯 嗯 思考一下 切記可能不要接到手掌的位置 就這樣 這樣子嗎 十點了耶 是不是真的差不多了 大家會趕我下播 我知道的 我現在就下播 十點了 是一個好時機 十點是一個好時機 再過了十分鐘 我就又會不知道要去哪 十點是一個好時機 差不多該說再見 我們禮拜五 禮拜五直播 希望禮拜五 我們集氣 禮拜五的時候 就可以拿到 然後打樣T-Shirt 然後大家記得要買聖誕梯 在禮拜日之前 禮拜日之前 考慮一下 大家謝謝 辛苦了 大家買了 開買了開買了 就是壓現在 壓現在 壓現在 十號 我相信你們十號 會記得 記得喔 十號 即使我沒有 就逼在這邊念 你們也要記得 十號的晚上 六點會截止喔 十號喔 是十號喔 如果會忘記的話 給我提早喔 謝謝 現在十套 十套其實也蠻貴 聽說 聽說 滿千的話 超商免運 所以買一件的話 超商沒有免運 所以大家可以買兩件 超商免運 但是如果是宅配的話 就是都是要運費 一次買完 當然是比較方便 不然大家就要一直付那個運費 對 兩件 兩件就可以免那個運費 會要多給80不划 不划 不划 就是這樣子 直接慫恿兩件 我沒有說阿 我說 你說不定 想要付運費 只買一件的話 當然也不是不行 我只是說 還有一個方案 叫做 你不想要付運費 的話 買兩件 就不用付運費 可以獲得兩件 雖然低喔 想穿的時候就可以穿 但有的人嘛 他就是 想要買一件 然後又想要買一件 他這樣分開買的時候 就會不滑了嘛 所以我就說 當初可能就 你要早買早知道 早知道你就是會想要買兩件 一件以上的話 就不應該先買一件 不應該先買一件 因為 你如果先買一件 然後後面又覺得說 好像要再買一件的時候 你就會這樣 一件一件 然後運費運費 這樣子就不划算了 我是先為你們早想 當然是 早想好早知道 早先一次買兩件的話 那就不用付運費了 對吧 對吧 就怕你們突然後悔 然後到10號的時候 又覺得說 啊 再買一件好了 這樣子之後 就會 都給他運費 都給他賺走 哈哈 對 大家想好嗎 想好 不然就問一下 誰還沒付嗎 就一起嘛 這樣要拿給你嗎 哈哈 叫他 他也免運嗎 這樣 都一起免運嗎 不想要半夜時想到那個運費而驚醒的你 誰 我驚醒嗎 我驚醒嗎 星期五可以一起開張手堂 星期五嗎 為什麼也是星期五 星期五是什麼日子 星期五 星期五 反正就是星期五看聖誕題 到底會不會來 應該是會 呃 會吧 我今天其實也有去等 就是想說會不會到 但今天沒有到 所以 8號 希望 會到 直播啊 隨時啊 直播 12月8號是 AKB幾週年了 15週年 還是16 買多替換才方便 真的已經虧運費了 哭 對 大家 要記得喔 這是 聽說是今年 換的那個購買方式 那個運費的部分 有點陷阱題 有人跟我講 我在跟你們講 我只是傳達一下說 好像有這件事情 因為我也有去按看看那個官網 我想說 欸他說在多少錢就免運呢 我就點了一下 原來超商可以免運耶 這樣子 在那個官網 KB特別公演 我是看不到啊 我是看不到啊 嗯 對 就這樣 12月 應該是先這樣吧 今天休息了嗎 兩件之名 會演出不是也要贏 我不知道欸 你們互相那個 交流一下 這些 省錢小撇步 那些 有一些 難省就省 超商取不給刷 超商取不給刷 啊 なるほど なるほど 那當然一次買的話 運費就只要一次啊 一直叫人家一次買 因為 因為有的人他會分開 就是他會 說他先買幾件 然後再買幾件 那當然也不是不行 我只是說 我只是說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想要一次買 但是 很難決定啊 一次到底要買幾件 真的很難決定 超商付款 是給不方便 寄家裡的人一個機會 確實 超商付款 就 有好有壞 就是要自己去拿 這件事情 是很麻煩的 但是 但是 就是 對吧 你買了什麼 你家人不會知道 拿完拆完再回去 哈哈 不然的話 家裡也會有人 然後就冰箱 然後說 誰誰誰的貨台 就會說 你買了什麼 這樣子 然後就要被質問說 你買了什麼的那個心情 我懂 我懂 我懂你們 貨到付會有不去領的 然後那個之後就會在官網上 繼續買 我就會知道 有誰不付款 這些傢伙 呵呵呵 這些傢伙 我就會知道 他就會知道 公司就會知道 誰沒有付款 然後他就會在官網上面賣那個 現貨 現貨 這樣子 或是就是 都沒有人賣 然後最後就可能 清掉 我以前應該會變黑單 會變黑名單吧 對啊 然後反正之後官網賣的那種 都是沒有明信片的 我就不會再補簽明信片 喔 沒有明信片喔 不是在這個預購裡面的 都不會付明信片 太麻煩 你看得到誰沒領貨吧 這問一下就有了吧 他們絕對有資料吧 他們絕對有資料吧 誰誰誰 電話 剛剛講他是要弄先付款吧 如果久了都這樣的話 他們應該也會 會吧 到時候直接被掛出來 插插插不取貨 也不是不可能 可能哪一天明年可能就會有那個公告 就是說 請勿 最近 平凡陸續有超商取貨不付款 將要取消超商取貨付款 這個選項 即將取消 公告要貼公告 直接取消 我感覺公司應該會直接取消 他感覺不會去勸欸 他感覺會懶得勸 算了算 不要有這個 東西 以後都宰配 取貨付款還要貸很多錢很麻煩 聽你這些帳號超商取貨資格 這樣就會關掉 哀嚎有沒有用 公告不取貨書記名 但因為沒差吧 對他們來講有 會內亡 有影響嗎 會有影響他們 願意去取貨付款嗎 對他們就真的是玩玩嗎 點看看 點看看 點看看購入 大家的權益自己購入 看有時候你也沒辦法 對吧 沒有辦法 你也沒辦法 帳號很好唱 對啊 帳號很好唱 被我列黑名聲 當然比較有影響 但是我通常已經不是粉絲了吧 這真的是單純是來亂 真的是粉絲 我真的相信你們 會 取貨 希望 希望有正常人 希望有正常人 在這裡 希望有正常 應該是有吧 有吧 有正常 對吧 來 來 來 嗯 你就說那個某某某是不是 聖誕梯沒取貨 如果在這邊 那個活躍度 這麼 這麼好的人 然後我都知道你是誰 還敢不取貨的話 真的是有在皮在養 哈哈 真的有在皮在養 在這邊如果都 我都知道你們是誰 你們還不取貨的話 真的是有 不懂 不懂 不懂喔 確定是 粉絲 是不是今天中間有個洞應該不正常 應該是 頭頂 我下次幫他頭頂開個洞 想吸引我變他 請把正常的想成是贊多數 半實名字的人不敢亂搞 對啊 不知道你們名字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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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許我可以在直播被掛出來 你也要 對啊 他可能就是想要博取那一次的 一次的高光時刻 捨去了這之後未來的任何的權益 對 有取有得 是這樣講 有得有失啊 他想要獲得這個高光在直播裡 被點名的高光時刻 大家都會聚集在他身上 但是他未來就是任何活動有辦法參加 賭博 這算是賭博心態嗎 這不算嗎 這算是不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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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算是根本沒有人 發現有這個人 根本沒有人 發現有這個人 沒有去取過 對 對 我要再講那個歌點 我跟這講歌點 這也不是什麼正常的事情 我只是突然想到 TOKIA完全就是一個邊緣人的狀況 沒有人會發現他耶 真的沒有人會發現他 怎麼可能每次都他走回來半夜 然後就沒有人看到他 就只有女主角看到他 他是什麼邊緣人啊 走到哪都沒有人會發現他 怎麼有這種事 那不是偶像啊 不是什麼就是 出道很紅的偶像嗎 走在學校都不會被認出來 這什麼邊緣人啊 這什麼邊緣人啊 在那邊唱歌也不會有人發現 就只有女主角會發現 有什麼障礙 這什麼 忍者 他是忍者喔 總是這樣一個人 孤零零的走在某個走廊 走在某個 路上 然後走在某個地方 永遠他旁邊都沒有人耶 就沒有人知道他在走這條路耶 就真的只有女主角會發現 他是在走 他走的地方到底是哪裡 是學校 還是有什麼結界 有失法嗎有結界 聰明很有名 沒有 我只是想說這人到底是躲邊緣啊 完全沒有人發現他耶 完全沒有人發現他 半夜在那邊 一個人當個遊魂的那邊走 在半夜 半夜 在學校的外面走來走去 都沒有人會發現他 他們不覺得這樣很好嗎 好久人家也掰了個很爛的齁 不是我就覺得很好笑 半夜的耶 半夜 一個人偷偷摸摸走在外面 然後 然後女主角一個人在外面 我就不相信只有他們兩個人在外面 怎麼可能只有他們兩個人 我只是想吐槽一下而已 我只是吐槽一下 吐槽一下怎麼可以有人這種邊緣 都不會有人發現 都不會有人發現 甚至還只有女主角發現她是同個人 這兩個人是同個人 沒有一人發現她是同個人 Bug 這整個就是bug 太bug了 好就是這樣子 真的要結束 真的要結束 18分了 趕快回首 趕快回首 回首我就真的是要再見了 我剛剛其實已經停在那個提示 確定結束直播了嗎 應該就這樣遮得我的臉遮了 10分鐘 然後我就這樣一直在聊 沒有沒有我根本看不到我的臉 然後就一直是這個 確定結束直播嗎 真的 拜拜 拜拜 周五間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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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見 辛苦啦 晚安 大家要吃飯 啊 思考一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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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